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黃光玉 那我今天要報告的Paper News 是這一篇 Great Can Why Did You Say That? 那它是一篇關於視覺化 AI 的論文 那我的 Outline 我會先說 人類是怎麼辨別物體 然後再介紹 AI 是怎麼辨別物體 然後我會說 CNN 是哪一種人工網路 然後我會說 AI 的兩個隱遇是什麼 那這兩個隱遇要怎麼解決呢 然後最後我會舉一些實力跟這篇Paper的結論 好 那首先我們來談談人類如何辨別物體 接下來這幾張照片 我想大家應該都可以很輕易的看出 這是什麼東西 好 那問題來了 你有曾經想過為什麼你會知道嗎? 是形狀 還是顏色 還是特徵 還是感覺 它就是這樣呢? 那我們今天把問題進一步變成 如果我們把圖片變成這樣子的話呢 那你還知道接下來這些是什麼嗎? 我還知道 你發現了嗎?即便圖片變得只剩下黑底白線條這麼浮誇 你還是看得出來那是什麼?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這表示你的腦袋裡面抓到了一種 難以言喻的特徵 你沒辦法清楚的形容那是什麼 但你就是看得出來這就是你的腦袋抓到特徵了 所以順著這個思路我們來看看那AI是如何辨認物體的 我們利用一些數學模型在電腦裡面製造出類似人類的神經網路 這每一個節點都會做一些事情 那這些節點做的事情就相當於你剛剛在辨認那些物體的時候所做的提取特徵 所以舉個實例來說 如果今天我有一張這樣子的input的照片 那 我會把這張照片首先RGB拆成三張照片 就是三個銀色各一張 然後呢 我會對它做卷機 然後做完卷機之後我會再做一系列的處理 最後我會把它拉直 然後經過一些線性處理 然後最後只剩下output層 那output層就會告訴你說 這張照片是什麼物體 好 那我們就來介紹 什麼是CNN 卷機神經網路 也就是 我們剛前面快速帶過的 處理 提取特徵的過程 卷機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大家以前物理數學可能都學過 卷機的意思就是說 就像今天這個gif檔一樣 我放一個矩陣上去 然後你有一個本來的圖片 那這個矩陣 你的卷機層是3x3的 那你就這樣卷卷卷卷卷卷 然後你就會卷出一個 33的圖片 那這樣子我們的CNN是在做什麼呢 我們把我們的圓圖 好像我剛說的拆成3張RGB 那我經過convolution 就是經過卷機 卷機的這個過程我們就可以把圖片變小了 那我們經過多次一點卷機 在這個過程之中它就會提取到某些特徵 好 那抽出來之後我們再經過磁化層 Pooling Pooling的目的是去掉一些雜訊 然後飛騰 把它拉直 拉直之後呢 接上右下角這些神經模塊 讓它特徵越變越少越變越少 好 那最後你就會得到一個output 那這個時候我們只要告訴它說你這個output是對的或是錯的 那它就會去算Loss 那反饋 回到第一層 如果你剛剛算的是對的 那我們就 再改變一點東西 那經過這個不斷的流程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了一個 很好判別 這是什麼物體 也就是圖像辨識的神經網路 好那這個也就是平面化剛剛那張圖而已 首先向著我有一個input 32x32 但我們可以看到C1這個地方 我們要做64捲機 為什麼是64呢 其實我們也只是把A拆成6個而已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猜測 不同的 捲機可能會捲到不同的特徵 所以我們用多一點 然後去 大量的提取特徵 然後後面我們再來比對說哪個是比較好的 然後這個流程就這樣一直往下走 就我剛剛說的 捲機 Pooling Phaeton 預測 回饋 捲機Pooling Phaeton 預測 回饋 但是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知道第一層輸入是什麼 那你也知道output是什麼 但是中間 那些捲機的過程 它出來就只是一堆數字而已 你並不知道 電腦學到了什麼特徵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談談AI的兩個疑慮 好那第一個就是 如果我勸出一個很好的AI 那沒有人知道這個黑盒子裡面是什麼 你把東西丟進去電腦就告訴你它是什麼 OK效果很好 但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這是第一個疑慮 第二個疑慮是有時候我們訓練不出好的AI 那我們需要知道原因 才可以幫助我們改進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兩個疑慮呢 這就是這篇Paper的重點 他們提出一種 方法 來幫助我們 視覺化AI在 中間的黑盒子裡面學到了一些什麼 他們稱之為Graycam 好 那像是 我們來看這個立體 上面這張圖 我們可以知道說 你今天如果有個AI訓練上面這張圖 他讀出了 貓 那 他是怎麼知道這是貓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C這邊 他是不是在 貓這邊特別的熱 也就是說他在提取過程的時候 提取到了貓的特徵 那 下面這邊呢 如果他AI告訴你是狗的時候就表示 他在提取特徵的時候特別提取到了狗的特徵 那這邊我們也可以看到兩件事情 你如果經過第一個處理之後 我們從第一張圖來到第二張圖 這個是以前人做的視覺化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有很好的分辨率 但是你不知道他定位在哪裡 好 那我們到第三張圖 這是這個團隊一開始做的 那你可以看到他有很好的定位性 也就是說你可以知道他是因為哪裡 而得到這個結果 但是你分辨率又不夠了 於是這個團隊做了最後一件事 把前面這兩張圖給合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說 上面這個AI 知道他是貓 是因為他看到了右下角這些東西 下面這個AI知道他是狗 是因為他看到了 上面的狗這些東西 所以啊 這個Greycan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 他可以用在任何的CNN系統上 第二個 他可以幫助我們去知道你的AI為什麼會壞掉 第三個 他可以讓 因為有些人會因為黑盒子的關係 而不太信任AI的系統 那他可以幫助人們更了解AI的系統 第四個 即便兩個AI辨識出一樣的結果 但我也可以去挑出哪一個是更好的AI 因為你可以去看 他是看出了哪裡 而覺得 是他辨識的結果 好接下來我們舉一些實力讓大家看看 像是這幾張 這幾張都是AI辨別錯誤的結果 那以往我們可能會不知道他為什麼會辨別錯誤 那現在我們可以來一張一張的看 我們看左上角第一張 有火山跟砂灘的這個圖 那AI告訴你說 他看到了 砂灘 但事實上我們希望他看到火山 那我們也可以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的確看到了右下角砂灘的部分 好 那 那像第3張 事實上他是要看到一個火山 但是AI卻讀出一個照後鏡 那為什麼 那我們可以看到 AI的這個圓圈確實看起來像照後鏡 那 像第4張 他是一個古董相機 那AI看到了消仙筆跡 也就是說你看第3排的這些圖片 你可以去知道說 AI為什麼會看錯這些東西 然後去幫助你更了解你的系統 那什麼叫做讓人們更信任系統呢 我們回到 一開始我給你們看的6張圖片 這6張圖片AI都很準確的預測出了 上面的東西 像是 甚至連品種都分得出來 像是吉娃娃跟柴犬 那 你們可以看到 AI著重到的確就是像動物就著重在臉部 那車子跟摩托車就集中在輪廓 所以這可以幫助我們知道說 他辨別出這個東西是有道理的 那什麼叫做幫助我們跳出更好的AI呢 研究團隊做了一個人類的研究 他先問了一群人 他把左邊這張圖片弄成第二個版本 然後問大家說你看到了什麼 那接下來 告訴大家說 右邊兩個AI 辨別出來的結果 都是人 那你覺得哪個AI更好 那大家有80%的人都會選擇右邊 Robot B 因為Robot B更明顯的看到了人的輪廓 所以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去挑出一個更好的AI 好 那這邊呢 他是一個AI的 語意分析 那像是左上角這張圖 AI告訴你說 這是一群人在放風箏在沙灘上 那我們的確可以看到 AI就抓到了風箏 抓到了沙灘 抓到了人 那像右邊這張圖 他說一個男的坐在桌子前面吃披薩 那AI的確看到了男生跟披薩 那左下角呢 他看到了一個廁所 那右下角呢 他看到了一個房間 有床有桌子 他的確都抓到這些東西 所以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更好了解AI為什麼會告訴你這些東西 好 那他們也把他套到了最艱困的AI人物上面 像我給AI一個問題 AI要回答你 那他們問AI這張圖片說 這個消防磚是什麼顏色 那他們去看 如果這個AI回答紅色的時候 AI的確著眼在 紅色的消防磚上 AI回答黃色的時候他著眼在 消防磚的頭上 那他告訴你說 黃色和紅色的時候他就著眼在整個消防磚上 好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來講這篇PAC的結論是什麼 第一個他們提出了一種新穎的視覺化方法 讓 CNN的模型更加的透明 而且他們的技術 比以前人的工作有更好的分類能力跟解析度 第三 他們可以用在任何的CNN系統 然後可以幫我們了解故障模式 可以讓我們更新人系統 也可以幫我們挑出更好的AI 好那這就是我的報告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